耶稣的灵魂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今天是去到上年期的第三主日 在福音里 耶稣打开书卷 祂说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 祂吸我乎了油 派遣我向贫穷人 全报喜顺 这个喜顺我们说福音 Gospel或者Gospel 是一个真正将这个福音传进出去 在我前面这里 你会见到有两盘的盆栽 就是叫做幸运草 也俗名叫做紫色榨仗草 如何带来这个幸运呢 就是在有一个故事里面 他会这样说 有一个国王在很久之前 他说我要找一个好的女婿 但好的女婿他要给我什么呢 是真的有这个幸运草 那怎么样 他说如果我见到这个很难得到一遇的说话 这些草的说话 我一定会把我女儿嫁给他 等了很久都没有这个消息 后来就有一个农夫 在前面端上这些幸运草 这个国王看见 你从何以来是有这些幸运草 这个农夫就告诉他 是呀 就是在我的地方 在我的乡村里面 就是有好的天气 好的土壤 好的阳光 好的阳光 也都是这些花 是不单止在那些草里面 是含包 是待放 好像在这些盆里面 我们会见到的 是很灯烂 能够被人看得到 好似这些小花是一样的 需要水分 需要好的土壤 阳光 适当的气候 能够使得他好这样去成长 我们有时听了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说 左以入 右以出 有时候会是流过了 如果没有真正这个水分 真正的土壤 真正的吸收 我们不可能 是会种到 是这么简单的 一些花 我也是在最近 有一位的姊妹 是她送给我 是这些这样的花 我都经过很难的 一个时间 是去种植的 甚至是干旱 甚至是枯毁了 我再问她的时候 她说 是的 一定是需要气候 好的风 好的真正 为风和唱的时间 才能够使得她 能够是 含包 是代放的 这样 我们都能够 将这个福音 要传出去的时间 就是给好的条件 好的 所有的因素 好的 任何一切 使得这些花和草 能够好好成长 袁天主 是降福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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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